今天我們試駕 奧迪的A8 其實這一台車 大家一定也想說 長軸版的A8 這一定是後座買家的車 沒錯的 我們想成大老版的車 好像要很沉穩 很內斂 但是新世代的A8 它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對不對 志欣 對 因為其實這台車 其實期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的確當時在整個車展上面 看到它ACC的一些主動的巡航 包含這一些所謂的這種 避震器的這種主動式器 避震器的一個作動 其實都讓我們很驚豔 它的車身尺碼5米3 但你這把開起來 既然沒有大車的感覺 它是怎麼辦到的 立刻上路體驗 走 好 我們現在試駕A8 這台是長軸版 長軸 3.0 V6汽油引擎 以前的這個版本 其實它是屬於機械增壓 這一代已經到了渦輪增壓 所以你開起來覺得怎麼樣 因為這個馬力有大概314 然後扭力有大概500 牛頓米 所以基本上你就馬力而言 我覺得是相當足夠 剛才開起來其實它在低速 真的那個方向盤的轉動上 我覺得滿輕盈 我自己剛才看的是 它後輪的後輪轉向 它在低速的時候 可以跟前輪反向 大概差到5度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車 大車你配上一個 後輪轉向系統 的確讓你在低速的時候 這個在都市裡面游走的時候 可以讓你的回轉半徑比較小 不然有時候其實 我們在回轉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還要再多回個兩三次 沒錯 就還滿困擾 對 它的車身尺碼 5.3米對不對 對 然後開起來 我如果觀眾朋友 你有開過A4的話 對 你知道A4是4米7左右 對 他說竟然開起來感受差不多 在超車部分 我覺得它都 幫忙後輪轉向也有一些幫助 當然更重要是 但是它的懸吊部分 我覺得低速的時候 感覺起來是很有舒適感 但是高速起來 我覺得看起來 還滿有一些路面的回饋 因為我本來會想說 這個看起來又偏軟 所以它路面的回饋 感覺會不夠 可是看起來這個是 給我滿多路面的回饋 而且它因為是ACC是全速域 如果你等一下遇到紅燈 或者是車子在靜止的狀態 它跟前車的跟車時間 可以在10秒鐘 它是大便夠給10秒 我聽到10秒鐘的數字 想說感覺很不錯 因為之前我們試了很多車款 有些就是3秒 最多5秒吧 對 來看看它是不是會自動停 然後10秒內置一個 現在是完全是自動 等一下 全部自移嗎 全部自移 我現在是放掉的 螢幕寫行駛就序 我想讓前車動的時候 它會跟著一起動 它會跟嗎 會跟 你看 自己跟 自己跟 我沒有踩 那它真的10秒 對 10秒鐘就會跟上 周一姐 我剛才試過了 這個公路的部分 要不要由你來測試一下 都會的部分 好 我跟你講 我就要走那一顆 我跟你講那一顆其實 平常不好走 車多 對不對 對於這種都會行車輔助 我覺得更可以測試一下 好 老闆 請問你覺得我開車開得好嗎 有舒服嗎 舒服 這是後座買家的車對不對 我們絕對要照顧到後座的乘客 雖然我們兩個今天無緣坐後座 那多舒服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你看... 盲點燈車亮 盲點燈車出來 然後你看它整個 氣氛燈的那個 氛圍頓時之間 讓我覺得很不錯 我剛剛為什麼這麼問 後座的老闆 因為其實我都一直沒有在開車 光臨姐有沒有覺得 開起來很勝利 非常 妳的腳現在放在哪裡 放在地板上 難怪 開得很平順 但是我有操控方向盤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以現在科技來說 真的 油門跟煞車真的交給電腦就可以 對 好 志欣 我們現在再就回到了河濱光源街 我把車停好了 可是這裡真的值得好好來講一下 你看 停好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整個圖子嗎 這種擴真實境 這實道是我看過 真的是科技指數最高 真的 因為你看這樣 好像是在打電動一樣 我們牽到3D鏡頭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 任意的角度去滑動 看你的車子旁邊的環境 很像在玩寶可夢的感覺 可是你看不只如此 各個角度 對 我把它先解除 你看 各個角度 這個是從 前面 你想玩對不對 換你 對 這不是我還以為是有空拍機 在上面拍 你看任何的角度都可以 還有廣角的變化 所以這個真的很好 你看 因為它車比較大 挺好 挺得剛剛好 可是要告訴你說 能否安全移動 這個時候要再講到一個 高科技的配備了 它有離車安全系統 好 如果現在我顧著跟你講話 然後我沒有發現到旁邊有車 我發現鎖住了 我明明拉了車門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剛剛亮了一個 對 它剛才亮了 而且在車門上面 它有一個警示的線 燈光也出來 那是因為這是電子式的門鎖 它可以藉由判別說 有車子要過來 那它就直接把它鎖住 對 所以剛剛那個當下 我沒辦法離車 因為剛剛我進入一個三保模式 完全沒有在看外面 就直接想下車 真的 如果有這個系統 的確會減少非常多意外的發生 對 所以你看 A8在剛剛就保護了我 保護了車子 也保護了外面的行人 或者是車輛 對 真的是100分